一連串我們要來關心的是疫情的部分 因為本土的確診個案在昨天已經突破4萬關卡 來到4萬6千多例 當然現在指揮中心已經告訴大家了 疫情狂燒 不過我們的防疫政策要開始慢慢鬆綁 幫大家整理出來 其中來看到確診者居家照護7天 再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接觸者現在只匡列同住親友 另外居隔者的部分取消電子為離 如果你是國小學生同班同學確診的話 整班停課三天 但是國高中升只有匡列九宮格 當然這個政策一出來之後 大家都在問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呢 網友說代表是累解封 現在病毒自由了 失控中 但是沒有想到我們指揮中心 還在裝所謂的掌控中 但是現在整個居隔政策 防疫政策都鬆綁 最讓大家擔心的就是確診者的這個部分 確診者現在居家隔離政策改成7加7 居家照護7天 如果你是輕症患者的話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7天之後 你不用做快篩就可以自行解隔 好 大家都在擔心說 這個政策到底好嗎 因為有確診網友說 我第8天才轉陰 換句話說做了居家照護7天之後 做了快篩它還是陽性反應 另外也有網友說 我都9天了 我的PCR都還是呈現陽性反應 因此現在外界也罵翻了 因為如果從數字上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們現在從5月1號開始 每天的確診患者 從1萬多例持續飆升 突破2萬3萬 好 昨天到了4萬3千多例 另外在死亡人數的方面 從5月份開始也是逐步的攀升 現在短短7天之內 確診病例累積來到了19點萬例 同時造成42個人不幸喪命 現在醫師都在說 我們來看到沈正南醫師 他認為說疫情即將進入一個 所謂的深水區 5月份中下旬的時候 整個疫情會來到高峰 到時候就是壓力測試 他說如果過關的話 那麼恭喜我們共存目標完成一半 不過現在他比較擔心的是 中南部的疫情 因為他認為說 整個中南部地區加起來的總人口數 其實比北北極桃還要來得多 如果到時候RT值相當的話 那麼很有可能會帶來 另外一波的疫情高峰 至於醫師林氏璧 他比較擔心的是醫療量能的部分 他說現在醫院即將進入一個戰鬥模式 因此他呼籲的是急診再去 要把醫療量能留給需要的人 好 雖然說這個部分大家都知道 不過民眾還是會緊張 因為近期還是發生 有很多不幸的死亡案例 另外來看到的是醫師謝宗學 他認為說其實大家都在等 這個Omicron未來會變成流感化 不過他比較擔心的是 流感化其實不見得是好事 因為他說從這個觀察來看 流感其實只要每隔數年 就會遇到比較大的突變 如果這個時候疫苗沒有辦法 即時研發製造出來的話 到時候會導致嚴重的傷亡 因為他說其實流感病發中重症 比較嚴重的流感如果病發中重症的話 這個死亡率也是蠻高的 這個比率有來到21% 好 當然我們說到現在整個政策 居隔政策都已經鬆綁了 不過其實大家都還是很擔心 現在我們都想想 我們到底該如何自保呢 專家特別提出了四大的自保招數 國內確診個案持續如滾雪球般暴增 7號本土新增46377例 死亡新增11例都創下新高 看看本土單日確診 從約4號28420例 一路迅速攀升到7號破4萬例 本土確診個案累積超過31萬例 不過為了達成群體免疫 並調整醫療量能 指揮中心祭出四大鬆綁新規定 親證確診者從原先隔離十天 縮減為七天 自主解隔 電子圍離僅針對確診者及居家檢疫者 居家隔離者取消電子圍離限制 另外引發最多爭議的 則是國高中校園 改為僅匡列確診者周圍九宮格同學 而一般確診者匡列對象 僅限同住親友 職場及學校需自主應變 面對防疫現況 前台大醫師林勢必認為自主防疫 越來越重要 接下來要依賴公民素質 醫師沈正南則表示 疫情即將進入深水區 要做好全面防護 隨時注意被傳染可能 如今職場校園鬆綁 該如何自我防護 專家們提出四周 在職場中盡量多用通訊軟體聯繫或交談 避免近距離講話 可多準備酒精棉片定時擦拭工作區域 假如說你的工作 勢必要常常講話的話 差不多三個小時左右 要換一個外科口罩 至於校園防疫 專家坦延續靠家長協助 只要到每節下課時間 就要求孩子請用肥皂洗手 也請孩子多注意身邊好朋友 有無症狀接觸時 接下來即將進入疫情高峰期 在維持正常生活中 儘速養成防疫習慣 降低被社區病毒感染風險 才能順利渡過 這張熱門楊翔宇台北採訪報導 防疫政策大幅的鬆綁 我看聊天室當中 不少網友罵翻了 春暖花開了嗎 他就提到當官沒責任 博爾雄認為說 這是所謂的類放毒 好VS提到 這真的是最悲痛的母親節 大家現在看起來 只能夠自求多福了吧 好不過這當中 有一個政策 我們要帶大家好好來看看 那就是說 如果同班同學確診的話 我要不要上課 相信很多家長 都對於這個政策搞不清楚 我們告訴您 國小幼兒園的部分 如果確診個案 在兩日內曾經到校的話 那麼同班的師生 停課三天 學校會提供 一人一計的快篩試劑 好但是來看到 在國高中生的這個部分 只有匡列這個座位 只有公格的同學 所以說算一算 除了這個確診學生 不算的話 只有匡列八個人 好這些人 可以放三天的防疫假 學校提供一人一計的快篩計 好當然 立刻大家就很生氣了 你指匡列九宮格 看起來會不會怪怪的 因為其實大家下課時間 不會都只坐在位子上 那麼大家下課時間 走來走去 互相聊天 又或者把口罩拿下來 吃東西的話 你這九宮格匡列 對於學生到底有什麼用呢 因此現在家長真的很跳腳 專家也告訴你了 如此一來一定會漏掉 真正的確診者 造成疫情大擴散 好另外來看到 在高雄市的部分 現在他們也公佈 停課的學生 可以發兩支的快篩試劑 比中央還能夠多發一支 但是因此引發外界質疑 校園疫情嚴峻 國高中天天都有學校爆發疫情 但中央7號發布新校園匡列原則 國高中改成確診生 前兩天內有到校上課 匡列班級作為九宮格同學 國小跟幼兒園還沒全面打疫苗 該班級也只停課三天 專家認為校園放鬆 匡列原則疫情肯定會擴散 網友偷罵成人3加4 學生3加0 我數學真好 要提升生育率 又要兒童一直死 質疑這是大屠殺嗎 卻也凸顯台灣醫療量能 已經拉緊包了 雖然可能漏掉許多也真正被感染者 但是這個是不得已的措施 事實上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去管 那麼多的密切接觸者了 雖然是母親節 民眾依舊出門排買快篩 藥局前排長龍 一個小時左右就完售 全國快篩不夠搶 但高雄市卻還宣布 學生確診比中央多發一支快篩 所以給我一支給你第三支 優備有症狀快篩 或者是沒有症狀 在第三天再快篩一次 可是如果說他有好幾次 那可能這樣不夠吧 因為可能會不同的學生 有不同的狀況 有家長覺得高雄小朋友 多一支感覺還是不夠 但網友已經罵翻 質疑真用快篩去哪裡 當然是疫情不嚴重的高雄 中央偏西南部 真的可以給高雄市府去了解一下 但市府澄清真用給高雄市造謠 已經報警 要揪出幕後造謠者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 好 現在民眾買不到快篩世紀 眼看著疫情非常嚴重 但是我們來看看總統蔡英文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呢 昨天在臉書上傳 她去參觀元宇宙 體驗這個VR的貼文 當然立刻被網友灌爆 直一說疫情這麼嚴重 你還有心情去體驗啊 是不是生活在平行宇宙呢 這一回呢 我們秀出來給大家看的是 翟神朱學衡寫下了一首打油詩 好 他寫到了 豬門酒肉臭 快篩缺貨愁 總統圓宇宙急診搶破頭 而且還附帶一張相關的新聞截圖 諷刺說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你竟然還有心情去體驗VR啊 好 當然現在疫情真的蠻嚴重的 我們已經被外國媒體示警了 怎麼說呢 阿中部長說了 這次疫情的致死率不會像去年這麼高 但是真是如此嘛 這是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的報導指出 台灣現在呢 面臨的是垂直感染軌跡的可怕前景 因此呢 今年夏天之前 恐怕會引爆前所未見的死亡率 好 這個部分呢 是由一位旅居台北的美籍生物計算學家 他的說法 他認為說呢 台灣政府現在沒有做好完善的計劃還有準備 反而是邊做邊改方針且戰且走 在防疫戰略上是不治之舉的 他特別提到了 他認為到時候單日的高峰可能會多達20萬例 真實的數據呢 很可能在2到4周之後 才會真正的顯現出來 所以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擔憂 好 我們來看看到底有沒有低估疫情呢 因為從數字來看 台灣在昨天的確診數已經飆升到了全球第二 因此呢 羅志強他想請問的是 這就是你蔡英文還有陳時中所說的超前步數嗎 PTT網友上頭也幫忙來打分數的 超前步數喊口號 沒錯啦 是100分 那如果說到PCR檢驗量能沒升的話直接0分 好 另外超前這個錢是金錢的錢 超前步數的話呢可能已經超過了100億分了 接下來我們帶您看看這一回針對外媒的市景 台灣又是怎麼看的 周日早上台北下雨 不過北市科篩檢 讓人出現大量排隊車潮 北市府在增設時段要儘速消化篩檢民眾 另外 快篩試劑人搶翻 新北市三重某藥局早上七點不到 就已經大排長龍 大家都怕買不到疫情持續升溫 但防疫物資似乎要什麼沒什麼人人自為 就英國媒體示警台灣疫情低死亡率是假象 解封太快且占且走空在今年夏天 造成前所未有的死亡率 超前步數的政府 大家當然是死傷慘重 死亡高峰將出現在6月中 外媒也指出台灣目前死亡率很低 但專家警告真實數據 還要量到四周才會呈現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詹長全指出中央防疫問題 第一位購買足夠12歲以下 兒童使用的輝瑞BNT疫苗 還有為事先強化醫療體系 提供民眾足夠的居家隔離指引 看看國內龍頭台大醫院內科病房 累計11人染疫 院方要求員工下班後不要聚餐 不具名的醫生探防疫量能 早就被衝破了 目前台大急診照顧現況 一位醫生照顧40到50名輕症病人 重症部分一位醫生專注顧 四到五名病患 國內單日新增確診數攀升亞洲之冠 就怕高峰來臨時死傷數難以想像 記得林伟洋宗彦台北報導 好我有看到網路聊天室當中 有保安康說真的很心酸 Peggy H她質疑說 是不是變成超前不死了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現在很可能未來 美國的確診人數在秋冬 可能會來到上億人 美國新冠死亡人數突破了百萬大關 美國是在27個月前發現首例染疫死亡者 沒有想到只不過兩年多 累計確診死亡居然超過百萬 位居全球第一 而拜登政府警告 新冠染疫人數可能在今年秋天達到1億人 主要理由是Omicron新型亞變種 有免疫逃脫的能力 加上接種疫苗和自然染疫產生的 免疫力下降還有防疫寬鬆 因此用模型算出這個驚人的數字 而新冠死亡人數也會大幅增加 為了鼓勵青少年接種疫苗 加州參議會通過一項提案 允許12歲以上的青少年接種新冠疫苗 不需經過父母同意 一旦通過立法 加州會領先全美讓青少年族群 自主決定要不要打疫苗 而這個提案讓許多父母感到驚恐 另外大陸一項研究報告指出 上海在這一波503例新冠死亡病例中 只有25名患者打了至少一劑的疫苗 疫苗接種率還不到5% 而紐西蘭60歲以上的人群中 只有2%沒有接種疫苗 新冠致死率也只有0.07% 顯示兩者的關聯性 因此對於沒有接種疫苗的人 尤其是老年人 染疫後轉為重症 甚至死亡的可能性仍然較高 記者綜合報導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